沙田柚是广西的名牌水果 也是柚子中的佳品 狭烟鸡是享誉两广地带的地方名优品种 而这两种特色农产品都出自同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风水如此厚重 滋养礼物呢 本期农广天地从农田到餐桌 带您走进荣县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荣县古称荣州 距离广西南宁市200多公里 属于御林市辖县 荣县气候宜人 雨量充沛 土壤肥沃 年平均气温只有21.3摄氏度 一条绣江横川全线 是一个种压热带经济林 经济作物的生长 是广西东南地区 重要的商品农业基地线 那里会有一些 什么有特色的农产品呢 还是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荣县转一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 跟当地一种有名的水果有关 这种水果早在乾隆皇帝吃到之前 一直都叫羊鹅子 乾隆吃后却把这个名字给改了 那么这羊鹅子到底是什么呢 科学重要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大家好 我是姜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荣县的农贸市场 到底这个羊鹅子是什么呢 我来问一下当地的人 问你一下 您知道羊鹅子是什么吗 这个是 羊鹅子就是这个 它的原来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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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叫沙田药 原来叫羊鹅子 哦 羊鹅子 沙田药的名字是什么药来的 我们永信 这是原产的 叫做沙田那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官员 叫做夏季刚 他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 胃口不好 然后他就把那一年的果 献给这个乾隆皇帝吃 乾隆皇帝吃了以后啊 就觉得胃口大开了呀 他呢 就问这有叫什么果 那个夏季刚就说 这叫羊鹅子 后来呢 他就说 产在什么地方 那个夏季刚就说 就是他的家乡啊 永泄沙田啊 后来呢 他就命名为沙田药 就是这个药来的 啊 荣县制啊 里面都有记载的 荣县制技术 荣地所产 叶类成 春花秋熟 十大如护 皮黄上尖 下有圆旗 肉白 味甜如蜜 曰蜜柚 顶高丝阳鹅 以心理沙田所产为最佳 荣县种植沙田柚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如今 全县约有15万亩的种植面积 年产量约8.5万吨 1995年 荣县被命名为中国沙田柚之乡 目前 荣县沙田柚种植主要分布于 自粮 松山 县底 石头 石里等15个乡镇 最早产沙田柚的沙田村就位于松山镇 但是此行我们要去的是位于自粮镇的一家 沙田柚种植基地 因为自粮镇目前是融线种植沙田柚面积最大的一个镇 占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场也多聚集于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沙田柚的大片的种植的产地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漫山遍野的绿 都是我们的柚子树 下面结着黄金点点的果实 就是已经成熟的柚子 与记者在一起的是融线水果局的农艺师梁士采 他对当地沙田柚的种植技术 做了多年的研究和指导工作 梁老师说 沙田柚为柑橘植植物 是亚肉带的长绿果树 融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给沙田柚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记者所在的这个沙田柚厂周边 无工矿企业及污染源 是当地无工害种植基地之一 柚厂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 无工害农产品证书 在柚厂里 记者发现了一些像这样的沼气池 据梁老师介绍 这些沼气池里就是沙田柚的肥料 融线之所以能种出好吃的沙田柚 与这些肥料有很大关系 鸡肥我们融线沙田柚栽培 大部分的吃肥量 都是用这个有机肥 有机肥的主要体验就是这个沼气液 跟这个花生枯的欧制的沼气液 用沼气池 有机肥是融线种植沙田柚过程中 比较普遍的施肥方法 这些沼气池里 欧制的除了少量的积粪等原料 更多的是以花生饼作为主要原料 花生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通过发酵降解以后 大部分转化为氨基酸 还会游离出一些矿物类营养物质 对提高沙田柚品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有机肥不仅能增加果肉的口感 而且其中的有益微生物 还能提高果树的抗性 减少一些病虫害的发生 减少农药的使用 柚厂在施肥期间除了使用有机肥 还会配合少量复合化肥 来补充果树生长 所缺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 化肥使用是根据融线农业技术推广站 提供的侧头配方 暗方施肥 科学使用的 梁老师说 要种出品质优良的沙田柚 除了适宜的环境和科学使用肥料 还要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在溶线 对沙田柚影响较大的病虫害 主要是溃疡病 黑腥病 碳菊病 有害满 芥鞘虫 飞蛾 果蝇等 它们都会对沙田柚枝叶或果实造成危害 那么如何才能既防治又能使沙田柚品质和安全达到标准呢 梁老师说 只要采取的措施科学合理 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 首先就是要做好冬季清源 冬季里面清源 这一关是很重要的 就是采取以后 到来年的萌芽之前 萌芽我们一般是二月份萌芽 我们就用一些低毒的 基本上没有残留的那种矿物类農药 比如说这个石榴合炬 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 幼场还使用了各种物理和生物防治措施 比如 每30亩左右设立一个杀虫灯 到了晚上 这些灯就是杀虫的利器 可以杀灭飞蛾等趋光性害虫 梁老师说 从5月开始到8月这段时期 是红蜘蛛和秀碧尸灯有害满发生阶段 所以进入5月前 幼场会给每棵树挂一袋 捕食满 衣满制满 效果非常显著 沙田幼种植户最怕的就是果实直接被侵害 这是不可逆的 严重影响品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幼场给每个果实都套上了袋子保护起来 这个是沙田幼的专用套袋 一般我们的沙田幼都在这个5月到6月份都套完了 我们的沙田幼成熟去10月下旬 一般我们是11节左右就摘下来 然后让它亮一段时间以后就准备采收上市了 沙田幼专用套袋就像果实的保护层一样 一方面可以阻挡病菌和害虫的直接侵染危害 另一方面 在喷洒农药时 套袋还可以避免果实直接接触农药 降低农药残留和污染 除此之外 套袋还能防止果实受到强烈阳光灼伤 能让沙田幼颜色更均匀 如今 沙田幼套袋已经是当地全面推广的技术 在沙田幼解开套袋之前 这些沙虫灯不是满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解开套袋后 这个黄色的瓶子就要发挥主要作用了 套袋解掉以后 这个果实已经露露出来 那果音就容易冰到这个果实上面 我们挂这个幼虫瓶就起到这个幼虫害虫的目的 在这个瓶子的外表就喷上这个新药剂 新药剂就引入这个果音来 在周围飞来飞去之后就粘住它 它就倒不掉了 幼虫通过物理和生物等防治 最大程度的减少农药的使用 一般一年喷洒五到六次农药就可以了 主要集中在套袋前和冬季清源的阶段 套袋期间如果遇到强风造成枝叶创伤较多时 需要喷药一次 预防嫩枝叶感染溃疡病和碳疾病 肉厂在农药和肥料的使用上 都是按照无污害的标准进行的 并做了详细的生产记录 就是说生产过程管理过程的话 做什么工 比如说吃肥啊 喷药啊 修剪啊 很清楚就是什么医区做什么事进了什么货 用了多少 记录员是谁 领用员是谁 别人都清楚 但是查验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对 能对到人头上 在沙田柚的生产过程中 所有农药都是由农资配送中心 按照种植场年初的计划统一配送的 所有农药都要符合无公害规范要求 并做了详细的进货出货记录 荣县农业执法大队会定期对农资店的药品和出入货记录进行监督检查 保证所有药品都符合国家规定 来源去向 可查可追溯 由于幼长使用了套袋等各种物理和生物手段 到采摘前停止使用农药的时间 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安全停药期 但是融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 还是要在沙田柚采摘上市前进行抽样检测 保证消费者吃到优质安全的沙田柚 我们检测是这样 按照这个农业部这个抽样的检查 这个规范进行抽样 然后拿到我们县农产品安全检测 用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测 我们一般就检测这个农药残留 如果合格的话 我们就可以上市了 经过检测合格的沙田柚 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看着一个个金黄的沙田柚 被工人们摘了下来 我们的小江也迫不及待 想要摘一个 杨老师咱们现在开始采摘了是吗 是的 现在就收获了季节了 那我也想摘一个试试 那你吸一下吧 好嘞 我看这里吧 我看这里 这个挺好 就这个吧 对 你吸一下吧 我帮你下你忙了 是这样拽下来的吗 不是的 扭一下 那你摘啊 对 扭一下 扭一下就下来了 很轻松的 真好 这是我摘的 对 近年来 荣县不断发展壮大沙田柚种植这一特色产业 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种植规模 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了沙田柚高制高产畅销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为了更好的进行规范化管理 当地实行的是公司加合作社 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进行统一管理 统一供应有机肥等等 确保了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 农户在公司的统一管理下 种途的沙田柚不仅品质好 符合无公害要求 而且效益也非常不错 还能经常在当地举办的沙田柚 旅游文化节上亮相 吸引全国各地来的商户和游客 品尝与购买 这个越大是不是越好啊 这个越大也不是代表越好 重量是最主要的 重量 重量如果那个柚子不重的话 不重的话那个柚子代表皮一定厚 我们永健的柚子都有一个叫做 近清印 看那个柚子长势 一般的就扑出来多 看一个给你们吃了 它吃起来 它吃起来感觉到那个柚 要结构 然后不会 不在手那种 不在手就好 吃着来吹口 感觉到有点吹口 是吧 沙田柚果肉脆嫩 蜜味清甜 极乃柱藏 最多可以保存半年 柱后风味更好 有水果真品天然罐头的美称 溶腺 沙田柚营养丰富 与其他柚类 与其他柚类相比 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不到酸 沙田柚的含酸量仅为0.29% 低于其他绝大多数柚类的含酸量 在溶腺 除了里面的果肉可以吃 包裹它的柚皮也可以吃 当地人把最外面的黄皮去掉后 切块处理 包入菜馅 兼制成一道当地特色菜 叫柚皮酿 制作非常简单 但是味道鲜香可口 溶腺沙田柚被誉为 广西三剑堡之首 在这三剑堡中 还有一堡也出自溶腺 设置组驱车前往 位于县城南部九公里的 石寨镇夏淹村 当看到巍峨的都桥山时 我们的目的地 马上就要到了 我刚才喂的这些鸡啊 就是另外一件宝贝了 叫霞烟鸡 霞烟鸡 原产荣县石寨镇夏淹村 县主要分布在石寨 梨村石里等乡镇 在荣县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霞烟鸡肉香 骨软味道鲜美 是当地人自家或宴请宾客餐桌上 必有的一道菜 这不 好客的周大哥邀请小姜吃晚饭 说话的功夫 菜也做得差不多了 小张 你试试一下这个霞烟鸡的味道怎么样 这肉感觉到滑滑的 而且很嫩 一点也不硬 这里边还有点 这个略微甜甜的味道 咱们一般这霞烟鸡都做什么菜 都怎么吃 这个是白甜鸡 这个是炒鸡 这个是丹的鸡汤 当地农户一般都有养鸡的习惯 但是随着霞烟鸡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 如今都是由公司自己建养殖基地 进行规模化标准化饲养 为了更好地了解霞烟鸡的养殖情况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 找到了荣县水产畜牧收医局的畜牧收医师 陈胜财 它为什么叫霞烟鸡 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 这个霞烟鸡原来叫霞烟鸡 是在我们广西荣县 霞烟村这样形成的一个品种 后来消费者这个霞字有机会 我们就把那个霞字去掉 取它的谐音霞 后来就叫霞烟鸡 后来就经过我们广西 家序家庭品种评审委员会评审 就把这个名字定下来了 就是来历 那您带我到养殖厂去看看吧 好啊 万一你过来 走吧 溶县森林覆盖率66.6% 林立氯化率为95.4% 山地草场总面积82万亩 而且大都在海拔500至800米的山地 优越的自然环境给霞烟鸡的养殖 提供了有利条件 记者要去的这家企业 是当地比较早进行规模养殖霞烟鸡的企业 2004年获得了国家农业部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目前 荣县已被列入 霞烟鸡生产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作为示范区企业之一 已形成从霞烟鸡种鸡 鸡苗到肉鸡的标准化规模生产经营 公司根据霞烟鸡不同的养殖阶段 分别在不同区域建立了养殖厂 这样建厂既能统一管理 又能防止疫病大规模传播 从除鸡到育成结束的这个阶段 采用的是立体龙氧的形式 这样方便管理和防疫 防疫是养殖侠烟剂的重要工作 所以从小鸡出壳第一天开始 就要按照养殖厂的免疫程序 严格进行免疫接种 养殖厂在除鸡入社前两天 还会对清理过的鸡舍进行全面消毒 预防病菌感染 除了定期做好防疫和消毒工作 还要给鸡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 尽量减少拉锡 食欲不振等应激反应 尤其是给除鸡保温 因为除鸡身体温度调节机能还不完善 温度过高过低都容易使除鸡生病甚至死亡 养殖厂是通过涉内的暖气和排风扇等设施 随时进行调节 为除鸡提供最适宜的温度 而到了育成阶段 鸡的身体机能发育已经健全 它们就被转移到了开放式棚射 主要是让鸡之慢慢适应外界环境 为散养做准备 另外按照养殖厂的免疫程序 所有的免疫接种工作都是在育成结束前完成的 进入肉鸡厂就不用再进行免疫接种了 肉鸡饲养阶段采用的是山上林地放养 是保证狭烟鸡传统风味的重要阶段 小江他们来到肉鸡养殖厂时 梁厂长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梁厂长负责的这个肉鸡养殖厂 每年可向市场提供优质狭烟鸡肉鸡 三十多万余 养殖厂建在远离城镇 空气清新无污染的山上 给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你这里边鸡了多少只鸡啊 这个鸡案整共有四千个只 四千多只 这些鸡平时都吃什么呀 都就山上群下那个虫子啊都有了 上面那修饮啊 早上的鸡子都跑出去 这个阶段的狭烟鸡可以自由活动 在自然环境中寻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山地放养 鸡能采吃到更多的青绿饲料 昆虫 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等 减少饲料用量 同时也加大了鸡汁的运动量 使鸡的体质增强 毛色有光泽 肉质好 保持了传统风味 另外养殖厂还要在中午与晚上补喂一次全价饲料 让它们的营养达到均衡 补喂的饲料是公司从正规厂家购买并统一配送到养殖厂的 鸡饮用的水是从深水井抽取的 或者饮自山上的山泉水 我看那个吊着那些桶 这是干嘛用的呀 这是喂鸡用的 那喂鸡用的它怎么吊着呢 那个料防止那个鸡饭不养 那这鸡够得着吗 其实放下来 我们一天喂两餐嘛 所以早上今天已经喂了 就吊起来了 把器具吊起来的方式四味 可以使下烟机 一直喝到清洁的水 吃到干净的饲料 减少得病的几率 放养阶段最容易发生的是寄生虫病 因此养殖厂会在出栏前30天左右 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驱虫药 进行一次驱虫工作 确保既达到驱虫效果 又使药物残留符合无公害标准 一般经过50天左右的散养 这些狭烟机就可以上市了 但是在上市前 为了确保达到无公害标准 还需要当地检疫部门的抽检 警察是把整个鸡群看一下 看活动情况 要随机抽一点 抓起来看一下 嘴 脚 还有肛门 都看一下它没有异常情况 抽检内容除了观察鸡的生长状况 还要查看养殖厂的生产记录 收要使用记录等档案 专业人员进行现场采写 检测室化验等一系列工作 全都合格的才能上市销售 老师我看见那个鸡上面腿上都有一小环 这是干嘛用的呢 这就是我们下烟鸡的标志 假如骂到市场去 就知道这个鸡是我们公司的下烟鸡 这种黄色的金属环 是这家下烟鸡养殖企业特制的 从育成开始 每只鸡都会戴上这个脚环 上面印有融线下烟鸡字样 和公司的标志 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脚环 识别品种和养殖企业 在荣县 说到最有名的自然景观 自然要属威俄处立的佛教圣地 都桥山了 说到人文景观 则要属设计精湛 世界文明的真武格 而说到农产品 那一定是沙田柚和霞烟鸡了 不管是自然天成 还是人工再造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虽然历史悠久 但是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这离不开荣县人 长久以来的不懈努力 更离不开荣山 荣水 荣天下的精神追求 好了朋友们 本期的广经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